最近美國的故事很烘 不過看到附委託的地霜 我火就火了啦 哎呀 現在人也直接去美國開火 拿手去那邊地霜喔 不過那太麻煩了啦 我英文不好 台語也不好 蛤? 大家好 我們是柴鼠兄弟 我是柴 我是柴 如果要說世界上最成熟完整的金融市場 那絕對就是美國股市了 因為美股不只有更多世界級的品牌和企業 像是有頂尖科技的FAAMG 或是傳統的星巴克 迪士尼 麥當勞 Nike 等等 都已經深入全世界的每個角落 而且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還有更多的是各式各樣物美價廉的 ETF 像是 SPY BOO BTI 這些 都是很多指數型投資人在美股長期投資的基本配備喔 加上最近美元對台幣持續貶值 不斷創下新低 美元變便宜了 除了掀起一股逢低搶進的換匯熱潮之外 也讓美股投資的詢問度大幅的增加 但我們人在台灣如果要投資美股 最常見的管道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歷史最悠久的負委託 也是我們透過台灣的券商 幫我們到海外去進行委託下單 買進國外的股票 第二種則是自己直接透過網路到海外的券商開戶下單 最後一種則是買進台股交易的海外成分 ETF 我們就以美股為例 整理了這三種管道的重點差異 包含了交易時段 交割日 必別和最多人在意的各種成本 不管是透過負委託還是海外券商 除了開盤時間和台灣是日夜顛倒之外 還要注意交割日是T加3 而如果是台灣的美股 ETF 則是比照台股 另外從交易成本來看 負委託的手續費用最高 除了0.5%之外還要再加上35到50美元 不等的低銷 而海外券商的強項就是趨近於零的手續費 而如果是在台灣買美股 ETF 手續費 就跟一般股票一樣是0.145% 再加上券商的折扣 賣出 ETF 的時候 證交稅也是台股的三分之一 其他成本就更關鍵囉 透過海外券商買美股 必須用美元交割 除了有匯率波動的風險和買賣會差的成本之外 跨國匯款的手續費 其實也很驚人 有的券商出金 還要再收一次手續費 或是有開戶入金門檻等等 這些都是要先研究清楚的 相對來講 用國內券商的付委託 成本負擔會比較稍微單純一點 主要就是美元匯率升扁的風險和匯差 而直接買台灣發行的美股 ETF 是以台幣計價 省事很多 不會有一堆這些換匯成本 但這些卻會反映在 ETF 的內扣費用上面 包含經理費 保管費和指數授權費等等 所以這三種管道 其實都各有優缺點 就以付委託來說好了 它的最大好處是由券商協助處理海外稅金 申報 填表的各種疑難雜症 還有國內各項金融法規的監管來保障投資人 但相對的來講 交易成本就很高 因為每筆交易都有低銷 所以交易資金越小 相對的手續費負擔就要越高 而且付委託因為受到監管 投資標的有各種限制 並不是什麼海外商品或是股票都可以買 所以這比較適合資金部位比較大 有喜歡往來的國內券商 怕麻煩 但又想要長期持有美股部位的投資人 如果我們形容付委託是跟團旅遊 那海外券商就是年輕族群最愛的自由行人 因為從開戶匯款出入金到委託下單 所有細節全部都可以自己來 掌握度最高 低交易成本和自由度是最大的優勢 可以投資的商品和標的也更多 但遇到各種問題 可能就要想辦法自己克服囉 還要注意有很多海外券商在台灣都沒有落地 相關的交易都不在台灣的監管範圍之內 如果發生糾紛或是錢匯付回來 甚至是遺產的問題等等 國內都是無法可管的 所以要透過這類券商投資海外 還是要多做功課 小心勝選 而且透過海外券商一樣會有美元匯率和匯款的問題 所以這會比較適合有大額資金 非常加以交易成本 但有能力自己解決問題的投資人 但是如果你不想換匯 也沒有要投資特定的個股 只想用最簡單直觀的方式 來投資美股的各種指數 那台灣發行的美股ETF就會很適合了 因為它在交易面的規定 跟一般台股完全相同 同樣受到金融法規的保障和約束 這其實就很像是跟DoraEmo建任意門 不用大飛機也不用住飯店 門一開就到紐約了 超級方便的 還有DoraEmo幫你顧著 投資門檻也比較低 但這個任意門雖然這麼方便 卻不是什麼荒郊野外都可以去 因為ETF它的本質是一個基金 投資都是大類的指數 例如像道琼、標普、納斯達克 或是一些策略主題型的 像FANG、科技、5G、AI、網路資安 或是美國地產等等 所以沒辦法只買蘋果、特斯拉或是Google這樣子 另外一個則是因為這種任意門 幫投資人節省掉很多飛行的麻煩 所以隱形的內扣成本也不低喔 年度總費用率常常動輒1到2%以上 除非那個指數的報酬真的供滋潤 否則長期持有還是很容易侵蝕到獲利 畢竟Doraemon有說任意門不能開太久 而且這類ETF多半都沒有配息的設計 是以價差操作為主 也沒有單日的漲點幅限制 這就比較適合想要參與美國股市行情 但資金規模不大也不想換匯 只想透過波段操作來賺一點價差的投資 最後快速總結三種美股投資的管道 傳統的富委託就像是跟團 好處是熟門熟路有人服務 但缺點是手續費很高 海外卷商則像是自由行 選擇多也相對透明 但是糾紛風險就要致富囉 買美股ETF就是開任意門 雖然簡單方便但有地點的限制 隱形成本也不低喔 請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喜歡這個節目記得趕快拿起手機訂閱Lightoday的官方帳號 這樣新節目就會準時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還可以隨時掌握每天的重要新聞喔 如果錯過了也沒有關係 只要到Lightoday的理財頻道 也可以看到這個節目的所有影片喔 你得才知道 每天和你分享一個超實用的理財觀念 財鼠兄弟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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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戲宣姿生關 돼 你想 reclaim點字幕 你想懂這麼g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